这道水煮肉片的主料是鲤鸡肉片 鲤鸡肉片是300克 豆芽300克 然后花椒10克 干辣椒15克 豆瓣酱30克 这里是小通花 我们先把肉片码胃 加盐 加一点点水 先把它码进去 把那个水充分的吸收到这个肉的里面去 这个水要分次加 不能一次性加足 保证里面水分充足 然后加蛋清 蛋清加的目的就是把里面的水分锁住 充分的锁住 保证肉的鲜嫩度 这就像女孩子做面膜一样 充分的把水分锁在这个肉的里面 这样肉出来才会鲜嫩多汁 鸡蛋清充分融进去之后 我们加一点点干生粉 干生粉抓进去之后 这就充分的就会把这个 完全完全的把水分锁进去了 然后我们最后再加一点点油 就是保证这个肉片不粘连 而且有光泽度 加了油就不要使劲的火 轻轻的火下去就行了 姜蒜米下锅 把豆芽炒一下 把豆芽炒香 给一点点水 炒的豆芽 炒的豆芽比汆水的豆芽要好吃 已经更香 已经装盲 先打底 把炒的豆芽 好的 我们加一点猪油 猪油它就出来的菜会更香 加姜蒜米 加豆瓣酱 充分的把豆瓣酱炒香 避免有生豆瓣的味道 炒香之后 我们加高汤 加一点点胡椒粉 煮开了之后 我们穿肉片 肉片下的时候 散开一下 要保证肉片不要粘锅 再一个就是肉片 穿到刚刚过心 保证肉片的鲜嫩度 肉片一定是鲜嫩多汁的 加一点点酱油 提一下试 好 起锅 好 装盘 干辣椒结撒到上面 撒花椒 好 浇热油 撒葱花 把辣椒花椒的香味炸出来 这道水煮肉片的特点是 肉片鲜嫩多汁 麻辣鲜香 麻辣鲜香 肉片鲜嫩多汁 糟糕 没了 《麻辣椒花椒》